好小朋友们今天我们要上道德课 那小朋友们拿道德作业书 然后打开第十页 好今天我们要做的练习 关于我会关心朋友 那我们看下面的练习哦 在这里呢有图片是吗 有1234的图片 那我们先看他的图片是说什么 然后呢我们要把它写1234 那我是先解释给你们看第一的图片是什么呢 那你看第一的图片正在说什么呢 朋友要走的时候 他想作弄他的朋友 所以他故意把香蕉皮丢在地上 那我们看第二的图片哦 第二的图片是说什么呢 两个小朋友正在打招呼是吗 那我们看第三的图片 那我们看第三的图片 他看到朋友跌倒了就哈哈的笑了起来 你们说这个行为对不对啊 不对是吗 旁边呢有老师走过看到他跌看到了他的坏行为 那现在呢我们要做 那现在呢我们要做老师要问一下哪一个是第一的呢 是这个是吗 他们正在打招呼是第一的是吗 那在这里我们写一 第一的是两个小朋友正在打招呼 那第二的在哪里呢 哪一个是第二的呢 这个是第二的呢 朋友走路的时候呢 他想作弄他的朋友 所以呢他故意的把香蕉皮丢在地上 这个是第二的 那我们在这里写二 好那他丢了香蕉皮 可以做什么呢 啊丢了香蕉皮 朋友就会跌倒哦 那第三的是什么呢 第三的是朋友跌倒了是吗 啊他哈哈的笑了起来 看到他的朋友跌倒了 他就哈哈的笑起来 啊然后呢 旁边有老师走过 看到了他的坏行为 那这个是第三的图片 那我们在这里写三 那最后一个第四是哪里呢 是这个是吗 啊老师很生气的批评他 为什么呢 因为他故意把香蕉皮丢在地上 害了他的朋友跌倒了 这个呢是不好的行为 所以我们不应该像他哦 那在这里呢 我们写四 好那我们的练习做到这里哦 小朋友们再见 小朋友们再见 好那 好那 好那